哈囉大家好我是木尾手Jerry 那今天我來跟各位分享一下如何在家幫自己的愛車換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冷卻液 那今天我們的示範車呢 是這台2019年Toyota Corolla 那我們現在來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今天會用到的材料 首先就是我們的主角 我們的cooler 那關於cooler的選擇呢 每台車有自己的不同的標準 那我們放到後面來他都會寫 像我這台車呢是需要這個 D3306 那我只要符合這個標準的話呢都可以用 那關於網路上講的 不同的顏色不同的車用的話 那我跟各位講一下就是做個參考就可以了 因為所謂不同顏色只是 廠商在製造 冷卻液的時候加了不同的染色劑而已 所以他就做一個參考 好 那cooler介紹完再來就是我們的 裝水的水噴 對這種的話不一定要滿用圓的 方的也可以就是你自己用習慣就好 再來就是這個漏斗 那我會建議各位 有這個漏斗真的省事很多 一整套的他裡面該有的工具都有 當然如果你沒有的話也可以 只是說你等一下 在排空氣的時候水可能會溢出來 所以你底下水盆可能要繼續接著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我這邊還特別準備了一個 後製板 那具體怎麼用呢我等下跟各位介紹一下 然後接下來我們到車上來實際操作 首先因為為了方便我們拍攝 我把車稍微架高一點點 但其實 如果你沒有 工具的話也不需要把車架高 好接下來我們開始換水 那換水之前我們先把上面這個蓋子打開 首先要注意就是當我們如果要幫 車子換冷卻水的話呢 或者我們任何原因要打開這個 水箱蓋的話呢 一定要確定我們冷卻水是冷的 在熱的時候是不能開這個水箱蓋的 好我們先把打開 當然這個 這上面有警示 就跟你講熱的時候不能開 這很重要 打開之後他才有透氣 等下我們開下面的漏水螺絲才露出來 接下來我們找到我們的漏水螺絲 然後我們剛剛那個紙板呢 其實就是這樣 墊在這個漏水螺絲下面 然後一路通下去 到下面去看 通下去到我們的水盆 等一下漏出來的水呢 就不會跌到處都是 會直接滴到我們水盆裡面 那當然啊 如果說你不想墊那個紙板 你也可以在這個漏水螺絲下面 接一個水管 然後一路通接下去 那我個人是覺得這樣比較方便 所以我就直接接了一個紙板 好接下來我們來開 漏水螺絲 那這個螺絲一樣 就跟我們 大部分螺絲都一樣 就順鎖逆鬆 握住他之後 逆時針旋轉 輕輕的就開了 那當然如果你太久沒拆的話 他有可能會 卡死 那時候你可能需要用鉛子把它夾開 我們轉開不需要全部轉到鬆 可以看到紅色的水漏出來了 一路沿著這個流下去 流到我們的水盆 這樣 我們水就會慢慢慢慢的滴到我們的 水盆裡面來 然後就不會噴的整個底板 或是整個地板 到處都是 我們底板就不需要拆 比較方便的一個方法 接下來我們就等他水給他漏乾 剛剛跟各位講那個 塑膠泄水螺絲 我整個給他拆出來 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長這樣的一個螺絲 因為他是塑膠的 所以等下各位鎖回去的時候 也不需要太大力 用手鎖就可以了 那當然你很久沒拆的話 他有可能會卡死 這時候你用 鉗子夾住這邊 轉一下就可以開了 那我們現在就等 水給他漏完 然後我們再漏那個 附水箱的水 然後在我們等他漏水漏乾的同時 我們來檢查一下 我們水箱蓋 一個正常水箱蓋 應該長這個樣子 通常我們常見就是中間破一個洞 裡面的彈簧掉出來 如果你的水箱蓋長得 跟這個不太一樣 中間破了一個洞 或怎麼樣的話 就是 記得把水箱蓋換掉 不然他沒有辦法維持他硬有的壓力的話 你可能引擎會overheat 再分享一個 就是個人的經驗 就是說 我們常常說 很久沒換 然後我們去做一個 酷冷flush 把裡面的酷冷 加藥水進去 然後發動 把裡面的髒東西洗出來 如果你的車真的很久沒有換酷冷 然後你的冷卻液呢 已經呈現一個 褐色的咖啡色 裡面生鏽很嚴重的話 我個人是比較不建議去做這樣一個行為 因為他這個水箱裡面的水的通道啊 其實蠻細的 所以如果說你已經 秀得很嚴重 可能你現在還沒有事 你去做一個flush之後 這樣東西掉下來之後 反而把水箱給卡死 反而造成你整個水部循環 然後造成引擎 去做overheat的一個動作 這樣子來講的話呢 其實你不如 不要去做一個flush 可能你的車子還可以撐久一點 這是我自己一個經驗啦 給各位一個參考 就跟你的 變速箱油也是一樣 如果看到很髒的話 其實反而不建議去做一個flush 有時候你 裡面的東西 那些屑屑 反而能夠維持你的壓力 你把它沖掉之後 反而他就 打滑了 然後現在我們水應該漏的也差不多了 開始把這個螺絲收回去 然後我們來漏我們的 複水箱 這邊不需要用工具 用手去把它鎖緊就好 因為它是塑膠螺絲 一般人手力量是夠的 OK這樣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來漏我們的複水箱 那像 我這款的複水箱呢 它是集成在 我們的冷卻風扇上面 所以我沒辦法拆 那要拆的話 要把整個風扇拆掉 太麻煩了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 找到它這條水管 把它拔下來 當然還有一種方法是你用吸的 那我這邊沒有這個工具 把這個水管拔下來 要注意的是如果你太久沒拆的話 這個呢 有可能會拆斷 那你就換 換水箱 所以如果真的太久沒拆 你沒有把握的話 你這個就 單純不要漏 可能還好一點 然後如果它這個 很難拆 很緊的話呢 還有一種就是 可以像這樣子 用一個比較細的東西 撐進去 然後給它這樣子 順一順 把它弄鬆之後就可以拔出來 或者是說 你可以用鉗子夾住它 然後轉 看你個人 拔出來之後 我們呢 先用一個 東西把它塞住 不一定要用火星塞啊 如果你沒有火星塞的話 隨便找一個螺絲也可以 把它塞住 然後 把它放下去 同時一樣 跟剛剛一樣 我們底下墊一個 紙板 然後再接到我們的水盆 這樣就可以把這邊的水漏光 然後不會把 我們的底板弄得 到處都是 現在放開 水就這樣流出來 我這個水就會 一路順著紙板流到我們的水噴裡面 OK 差不多漏完了 好 接下來我們把這管子拿回來 讓我們把它 堵回去 馬上來 好 這邊漏完了之後 我們把它裝回去 好 接下來我們這邊裝回去呢 然後 泄水螺絲也鎖緊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加冷卻液 好 這時候就需要我剛剛說 很好用的工具出廠 那這個工具呢 它裡面有很多種 很多不同的種類 首先呢 要選一個這個 從不同的接口當中選一個 就我今天來講呢 Toyota應該是這種樣式的 然後再選一個 金屬蓋跟這個 水箱蓋是長的一樣的 這一款 然後我們接下來把它放上去 我先把這個 轉彎頭放上去 然後他的 他這個會比水箱稍微高一點點 稍微高一點點 這樣你等一下扣上去的時候才扣得緊 如果你的底下忘了裝這個墊片的話 他會比較低 他會低於這個水箱 那如果低於水箱的話 你等一下蓋上上去 是浪浪的 是鎖不緊的 這樣的話你 加水之後才露出來 然後 鎖緊 OK 然後 我們把它露動 插進去 這樣穩住就可以了 好接下來我們來裝 冷卻液 為什麼我說這個工具很好用 因為當你倒冷卻液的時候呢 你不需要擔心 沒到準露的到處都是 而且你等一下在排空氣的時候呢 他裡面的空氣 膨脹溢出來的時候他會自動流在這個裡面 不會噴到處都是 所以這款工具如果你要自己換 冷卻液的話我是非常建議去買的 會方便很多 現在我們來到冷卻液 一次不要倒太多 不然他 被噴出來 好我們就這樣子一直加齁 加到他這個冷卻液不再下去為止 好記得加之前一定要確定底下的碎水螺絲有鎖回去 不然你就上面一邊加下面一邊露 這邊差不多滿的時候呢 我們會多加一點點 那到這個位置 好同時我們的 附水箱 我們也先給他加滿 那附水箱他沒有刻度 有兩個英文字 L跟F 就是Low跟Fall 我們要把他叫Fall的位置 稍微還不夠一點喔 稍微還不夠一點喔 不過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這邊 煮水箱 漏完 排完空氣之後 還會剩一點點 到時候我們再加進去就可以了 下一個步驟 接下來兩邊都加完之後 我們先去裡面 啟動車子 接下來我們來發動 我們先把暖氣打開 開到最強 這樣的話可以讓我們的 暖氣也跟著循環 把裡面的空氣都排出來 然後如果你有兩個人的話呢 其中一個人可以幫你踩 踩油門固定大概在2000轉左右 然後另外一個人 去前面看 我們的水 需不需要夾 像現在看到我們 啟動之後啊 水明顯下降 這時候我們需要再補一點 補到大概剛剛那個位置 現在讓他穩定在大概2000轉的時候 然後一直固定在這邊 一直在固定在這個轉速 在這之前我們就一直維持在2000轉左右 在這之前我們就一直維持在2000轉左右 好 好現在我們 上水管 我們下水管 兩根管子 兩根管子都已經熱了 表示他的引擎已經開始進入大循環 這時候我們就要等那個風扇 我們要等那個風扇 開始轉 然後轉了之後 大概 停下來 表示這個散熱系統也沒有問題 那我們整個換水流程機房就差不多搞定了 最後我們只需要再把這個水補齊 然後水槍蓋蓋回去就可以了 好現在我們來等 風扇開始轉 我們風扇轉了又停下來 然後我們看一下裡面的空調 我們現在吹出來的風來都是熱的 有時候我們整個系統裡面已經沒有空氣了 空氣都排完了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熄火 然後 等到整個系統冷卻下來之後 我們再檢查一次 水的level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整個換 酷冷流程已經跑完了 但是因為現在酷冷是熱的 所以它膨脹 等一下冷卻之後 它還在下去一點 那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說 我現在先把它蓋回去 等到它冷了之後 它自動會從這個 附水箱吸水過去 然後我再補附涼的水 這樣也可以 那另外一種就是我這邊放著 等它涼了之後 水自動下去之後 我再把這個水 拿開 都可以 那為什麼說這個工具很好用 因為你看現在如果 水這麼多 我直接拔起來的話 它一定會噴的到處都是 然後我們剩下的水呢 我們剩下的水呢 我們多出來的水 就把它加回原來的 窟冷裡面 把我們水槍蓋給它蓋回去 小心喔這個蠻燙的 各位做這個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水槍蓋給它回去 然後等到裡面 冷卻下來之後 它會自動從附水箱裡面吸水進去 然後這時候我們在檢查 附水箱的 是cooler level 樓會有少的話 我們再給它補習就可以了 記得現在好像就稍微低一點 所以我先給它補一點 這個水 水壺也可以這樣用 倒的時候就不需要 擔心倒出來 我現在補稍微超過上限一點點 因為等下冷卻之後 它會再從這邊吸水進去 一般像我們在外面 有時候沒有那麼多時間 的話都是這樣做 稍微加多一點 再來最後一個步驟 我們在處理今天 換下來剩下來的這個 廢氣的cooler 那這個cooler你不能隨便亂倒 我們要把它裝回去 再把它收集起來之後呢 到時候再拿去回收 最後再檢查一下 剛剛拆的螺絲有沒有漏水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再來看一下 剛剛換的 拆的這個螺絲 乾乾淨淨沒有漏水 然後剛剛有拆過的東西呢 再檢查一次 管子有附位 管子有附位 好這個塞回去 OK 真的完成了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下次見 拜拜